一名男子站在中山堂高台上 打算直接跳下脫逃 这名男子爬到高处 要往下跳时 似乎是发现高度过高 加上远景在一盘赫止 打消了跳下高台的念头后 又转身逃跑 你跑什么 追捕事件发生在台中市中山堂 两位远景巡逻时发现男子行为诡异 与远景四目相对后竟拔腿狂奔 围捕过程中警方发现 他两度打算从高台跳下 于是两位远景各守一方 展开包抄将人逮捕 张兰在逃逸过程试图从高处跳下 所幸被同仁及时劝说才会跳下 但最终还是被包夹制服 原来这名越南集装新移工 签证逾期超过一年 因为逃逸多日生怕被查获 选择在人烟稀少的时段外出 没想到最后还是栽在两名远景手里 三菱新闻审明志 黄丽雅台中采访报道